好了,我們一個人的身體有兩邊 一邊左邊右邊 左手邊來說,我們是接近心臟 所以它那個蜜象來說 是最容易啟察到什麼? 心臟的這個 所以這個形我們是看左手 而在逆經的兩義圖來說,左為揚 所以我們這邊是屬於揚 這個是行人圈 而右手來說,我們是屬於肺 肺是在整個位置,是否接近我們這一邊 它的蜜象來說,令我們知道氣 即是胃氣是好與壞 因為我們所說的胃,很胃的胃 其實就是肺,肺是負呼吸 如果我們沒有呼吸,我們會死 這個氣就是肺的氣 而它是顯現出我們的肺盤 足足夠 所以來說,如果從學衣來說 為什麼我們左手有分寸關尺 什麼是寸關尺呢? 就是寸,第一件事我們要找 就是手盤有一個高骨 這個手盤有高骨 每個都有高骨 這個高骨 對落這個位置 我們稱之為關尺 兩隻手就是這樣 當有關尺的時候,我們就放一隻中指 放一隻中指進去 另外兩隻手指,你會找到寸,尺 寸,就是骨口這個位置 那個蜜象,就是寸蜜 貼著我們肩膀的位置 就屬於尺蜜 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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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尺寸 那是高骨 這個高骨 高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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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骨 有一個高骨 這邊是關尺 這邊是串尺 這邊是尺尺 所以是尺尺尺 尺尺尺就是這樣分 量度尺尺尺 我們要看人的身體的大小 高骨的肌肉 如果他高大一點 好像我們高大一點 你的手指可以調梳一點 調梳一點 如果他是很矮小的 你要貼一點 貼一點 那麥象照樣是準的 現在是尺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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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 当你分到转弯尺时 代表性左右不同 左手右转 转弯尺 左转是深小长 转弯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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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是肺 鸡 大小 胃和皮 接著是冥魂 這個就是在脈象裡面 我們看轉彎尺 合彎身體的情況